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记得看过一些那个video 录像 就是小孩嘛 AV那个也非常阴暗 那个而且潮湿 然后那个两岁打一岁 一岁打半岁等等的打来打去 那那个就是天生的嘛 就是后来你教他这种是不应该的 甚至未来你自己是有危险的 可能坐牢 可能终身等等等等 那那个就是教养出来 我们经常说教养嘛 所以阴暗一定是天生的 但是呢 另一种情况下 你觉得这个是本能还是什么啊 就是现在也有一个案子 判在民间引起争议 就是说啊 这个老婆被人强奸了 对吧 这个是张某还是田某忘了啊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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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田某啊 田某的老婆被张某强奸了 强奸了之后呢 这个 哎不 我跟你说的更具体一些 要说细节 要说细节 是吧 谁的老婆啊 就是先讲强奸那部分 先讲强奸 对 张某就回家 在楼外头听到她的老婆在大喊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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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门已经锁住了 然后张某从窗户里一看 田某正压在她老婆的身上 于是张某蹭下子从窗户里进来 这个时候 田某赶快起来了 起来了之后呢 据说田某还向张某求饶 但是这个时候张某拿起菜刀 砍死了这个田某 砍死田某 然后现在法院判她无期徒刑 很多人就觉得 哎 这样有血性的男的 这个啊 你拿强奸老婆 他把她砍死 为什么要判无期徒刑 这不是 这助长了谁的威风呢 你们怎么说 我假如我是陪审团的 我从这个 我常识 我没有太多的法律知识 我从常识来说 你这里边讲的有一个细节 是最关键的 就是她已经停止了强奸的活动 已经站起来向她求饶了 换句话说 她不是在她强奸的过程当中 她倒砍她的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 这个叫什么 田某啊 对啊 就是 它是 过分使用武力 就过分使用武力 但是 如果是你的话 你当时hold得住吗 不是 你就说既然你就求饶了 那咱们就算了 当然不是算了 当然还是要报警 要依法处理 处理她的强奸罪 这是一回事 但是你不能以此为理由 取消她的生命 你等于施刑 杀掉她 我们以前讨论过嘛 这种情况 因为是强暴 不是通奸 对不起 我记错 通奸的话 通常杀掉老婆嘛 一两个白了嘛 对对对 啥逻辑 那假如我觉得 子东很有意思 说假如是陪审团 我就突然想 好玩 假如我是陪审团呢 我会这样来看 第一个 看这一种杀人的罪 谋杀 不是什么 杀人的罪 最高刑罚 惩罚是什么 然后我从那个开始往下调 因为前面是说 第一个 对方是犯罪的 他在强暴 对 第二个 你是在当时也是协助 假如你不出现 你不这样恐吓他 他可能 可能不会停止 还有当然 你考虑他的家庭背景 他的心理状况 教育程度等等等等 那假如这种情况的 最高惩罚是终身的话 那我当然不会判终身嘛 一定有考虑因素 现在这种争议是说 可能是 判得太重 对 判得太重是说 不是说他无罪 而是说他没有考虑到 其他种种 足以让他减刑 不是免刑 是减刑的因素 这种依据就说 来 这个就杀人 当然那些网民的反应 也是非常的负权 对 就是说 血性汉子 老婆被人家碰了 你就一定要杀人 那种就是 看宋江的故事 找到了 对啊 怒刷言 不是 也有些人 从理性的角度 来分析这个事 就是说 这个确实有无过错 正当防卫 但是跟徐老师 那个说的很相似 就是说 他这个侵害行为 如果正在进行中 对 比如说他跳进窗户 这个田某还没下来 对 这个时候他把他砍死 对 那很有可能就算是 这个无过错 对 但是有些网友就说了 你这个法理不外人情 你这不符合人情 难道说 强奸我老婆的 我还说 哎 你别停 你别停 好让我把你干掉 对吧 就是 所以 他不是 不能画透过来 对 他已经下来了 还要他重新向吹 然后就是说 你们这个很坏 你看啊 试想 一个男人亲眼目睹 妻子被强暴 会不会因为看见罪犯下来了 他的怒火就立即消退了 在这种事情上 正在进行和不得不结束 与普遍意义上的停止犯罪 至少在情理上 是完全不同的 你明白吗 他的意思是说 田某 你不下来 也得下来 这不算你主动的终止了犯罪 那当然 我这政主都翻窗户进来了 你还进行 你实际上你是进行不下去了 这跟你主动的停止了犯罪 是两件事 谁都不能在丈夫已经进来的时候 还不停吗 但是你不是刚才说 他已经求饶了吗 不是 开始是扭打了一阵 到后来可能扭打不过 开始是拿酒瓶子砸 他老婆是目击证人的 就说他老公开始是拿白酒瓶子砸 老公砸 那这个男人 就是强奸犯了 他有没有武力袭击他丈夫 扭打 有扭打 但是我估计 大概有点气馁 总结这种情况 他心不能美而幼 有点心虚 总是 而且就是这个 这个网友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绑架案 罪犯放下了架在受害人脖子上的刀 这个算是他终止 可以让场面平静下来 这就可能让场面平静下来 而 从床上下来 常人肯定无法立即息怒 说这种跟他主动终止犯罪行为 他们认为不同 而是说 这算是人家老公来了 你被迫 你不下来 也得下来 总之 张某是强奸罪 田某呢 这个使用武力啊 田某强奸罪 张某强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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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丈夫 罪成 对 田某呢 这个用武力过度 没有 你中间有关键 搂打的程度在哪里 那个那个丈夫可以说 假如他那个证明 对 就是说这个田某说证明 我要是不砍掉他 他可能用刀砍我 可能把我也强奔 那 难讲 他也太厉害了 想象力 你可以这样说 到时候你可以这样说 法庭上什么事情都可以 美国人说的 一根勃起的杨具 是没有理性的 对 他可以做第一次 也可以对丈夫这样做 他可以这样来辩论 找我当律师 对 看来你有新的职业了 对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 我就咱还是说这个法律 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成 这个意思是说 有人还提出 咱们不都爱讲美 举美国的例子吗 据说美国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案例 就是最后呢 陪审团就没有重判这个父亲 就是一个强奸了他女儿的暴徒 在压解过程中 这个父亲开枪 打死了他 最后陪审团裁决 这个父亲 好像反正是没有那么重的罪 就远远不像咱们这种性质 就是判了个无期徒刑 有人也这么说 就说这种情况 把老婆给强暴了 那么这个人的行为 有没有可以减轻 或者说不至于判无期徒刑 这样的一种性质 他刚才讲的对啊 我觉得他如果他死刑是 如果他杀了人 他的最高的惩罚是10 他肯定可以减掉两三道 事实有因 应该就是从最高来减 来考虑种种的因素 12345 老婆被强暴 当时有扭打 他生命受到威胁等等 一个一个减 一般审案判决 你杀了一个人 一般的常理来说 第一种情况下 你是没有罪的 那就是那个人 也在威胁你的生命 对不对 那如果那个人 没有威胁到你的生命 你把他杀了人 不管前面有多少道理 你总是有罪的 你这个是一个一个一个前提 你这这个 这个他还属于自首的 这个这个 又又又可以减轻 可是判刑啊 除了说惩罚你的罪 从法律的观点来看 判刑有其他的作用吗 就是警告其他人吗 对 我杀鸡 杀鸡给猴看 杀一鸡鸡给猴子看 OK 有句成语吧 忘记 杀鸡是什么猴 杀鸡敬猴 敬猴 敬猴 那那个 室友嘛 可是在这种情况 没有需要啊 没有需要说 杀了这个 他这样判了武器徒刑 对于天下的强奸犯的 警惑作用不够 对啊 对一些网友就是这样 对强奸犯警惑作用 以后人家强奸犯 你别杀我 你别杀我 你做一辈子 对 那那个 被强暴的那个 那个妻子的丈夫 就是什么 再来一次 让我杀了你 对 对 那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的话好像是开玩笑 但是也不一定 也有可能啊 就是假如这个强奸犯的身份 跟这个杀人犯 跟这个被强奸的 是有明显的差异 不同 这个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那你说他可能局里有人 什么不 这种事情也难避免 不过现在好在 我就是我们的网络啊 有时候是一塌糊涂 对不对 我们都觉得很脏 但是目前这种司法 如果出现很明显的争议啊 我觉得网络起到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补救作用 就是说你判一个东西 你比方这件事情 引起大家的注意 如果没有网络的话 那就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 一个乡 一个证 一个市的一个法院 跟这个事情有关的人才知道 最多就是说 哎呀 这个有点奇怪 他太重了 其他人不知道 现在由这个东西 变成了一个公民的法治教育 所以现在的法院啊 法律啊 什么东西 就算你局里有人 就算你有很高的人 你也不能乱判 你也不能太离谱 对不对 你因为你的 现在都要上网了 你判决的结果都要上网了 对不对 有些时候也不能全听网友的 你这个 那你要说另一起 他们说的就是另外一些话了 就是你知道这个广州吗 最近就哎 这又唤起人们就说呀 就是叫专车 叫这个这个什么 这些什么滴滴打车呀 优步啊 这些不是就一个社会问题吗 现在光我听到的 已经是第二次了 就是说专车司机 涉钱 性侵 女乘客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说一个女的 喝酒喝到凌晨三点 然后呢 叫了一辆专车 实际上呢 他就上了车呢 就睡着了 大醉睡着了 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是在宾馆的床上 身边一吵 哎 就是那司机 这下 好 但是当然这个司机 还是把他送回了 他原本的目的地 没收钱吧 可能给小费 然后这女的回到家 想了半天啊 报了警 那么 好 这就现在这个 这个司机 而且有前科 就当年 所以为什么就说 这种专车呀 我就是说 甭管你是不是啊 一个先进的 一个更便民的 一种生活方式 其实 他的资格 这个司机的资格 这个专车的 我问局 我不太懂 这个专车的司机是 他是业余帮人家搭车呢 有 有很多这种情况 就是我自己有个车 那么我也可以 当然也有别的 加入了一个 这个 这个网络的组织 对对对 就是这种 这种专车 所以 现在 你要说这个事 你要说都听网友的 你看那个网上那个 一碰见这种 涉性的案件 底下 狂欢 不是不是狂欢 就他底下聊的那个 你也不能说 他完全没道理 但是极其歧视女性 就说 哎 你喝大醉了 你怎么知道 他是强奸呢 对吧 什么 你当时就不省人事了 然后你醒过来 是在一个宾馆房间里 就说 就又又变成那种观点了 说你一个女的 你喝喝醉 喝到 喝到凌晨三点 喝成这样 你自己一个人 叫转车 打车 你自己不知道危险吗 就是和 自己知道危险是一回事 你强奸 那是另外一回事 再者说 是不是一定强奸呢 你喝醉了 你在一个人 我不知道这个 法律的定义怎么样 你在一个人 失去知觉的情况下 你跟他发生新行为 当然那方面 可以说你是强奸 这一点 他吃亏了 这个里面 当然要经过审判 包括要检查了身体 因为假如在 不自愿的情况下 会有伤痕吗 等等 甚至有录像等等 不是 我的问题是 喝醉了 所以发生了 类似于自愿的 当时的情况 没错 但是醒过来了 那是违背个人意志 我觉得是强奸 你跟某律师的看法 是一样的 有个律师 我们没办法 就可以认为是强奸 因为 首先是说 那个女的 告她是强奸 前提是 告她是强奸 那我们说 按照一般情况 也有可能 特别那个 有前科 对不对 有前科 有性侵害的前科 不是盗窃的前科 倒是没有性侵害的前科 然后当然 强奸的可能性是存在 可是法律上面 应该是无罪推论 你没有罪的 你要证明 在大陆我不晓得 在台湾跟香港 特别香港 无罪推论 你要 你告她强奸 你要证明 她有强奸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女的 就比较吃亏 比较困难 除非你身体真的检查出 有肉体的伤害 男的供了没有 男的供了没有 这男的就说 不承认是强奸 对啊 这男的是说 他承认有性关系 有性关系 但他不承认是强奸 但是确实某律师讲 如果 这个咱们大家都要注意 就是说 在某种情况 这就是这个律师说 在一方喝了酒 意识模糊的情况下 发生了这个性行为 你是很容易被人告强奸的 可是 我意思是说 假如 我想像这样情况 在香港跟台湾 是说 你要证明 我当时是 喝了酒 模糊了 你占我便宜 你要证明这一点 那个男的 那个男的已经承认了 要是那个男的说 我没有发生关系 我只是把他送到宾馆 那现在女的 要证明他是强奸 男的 现在的真问 只是同样的事情 男的认为 你女的睡着了 我跟你睡觉 你是自愿的 也许他当时 没有任何反应 也许在他看来 就是自愿的 但是据我所知道的 法律常识 只要他是因为喝酒 或者吃药 总之他在上司 理智清醒的情况下 你跟他发生性关系 这就很大可能 他可以告你强奸 对 但是这个 女的坑人太容易了 你明白吗 不不不 这怎么叫 女的坑人太容易 这对男的来说 这个基本提醒 你要碰到一个女的 你哪怕再喜欢他 他现在失去 一个女的喝的大醉 跟你投怀送抱 一夜情 完了之后醒过来 说 他是违背我意愿的 我当时喝醉了 那他是强奸 你怎么判断 这种法律 的确是男的很危险 高度 投怀送抱 又是另外一回事 投怀送抱 你指的是 可能他们本来认识 是朋友 什么 你现在是司机 后面是个乘客 人家喝醉酒了 我觉得 我就讲不通 这个只要这个男的是正常的 文涛 你这一觉睡的 你就是 就是 对 那个情况是 这一觉睡的 这一觉睡的 收回这个案子 假如那个男的认了 那没办法 我意思是说 假如不能只因为有性行为 就叫他强奸 他跟你说 当时他是自愿的 等等 那收回文涛的担心 OK 这也是我们俩共同的担心 当然吃亏 所以别忘记 像美国 我没记错的话 我不确定 后来我们要跟进那些新闻 前几个月的新闻 有些州在立法是什么呢 他投怀送抱 后悔 他有权利后悔 假如他一个礼拜内 还是三天内后悔 他可以去告你 真的 告你 告你 那报纸的新闻是这样 我不晓得有多真实 可以去告你常报 所以呢 也有些团体出来说 哎呀 那人类的文明到这个地步 是说 我跟你亲日 有亲密行为之前 我签个约 签签名 签名 你自愿 而且你不会后悔 又这样才安全 对这样才安全 把所有的浪漫 所有的勾引 所有的诱惑 全部抹掉 太危险了 后悔期多少 后悔期多少 我 那个新闻三天 还是一个礼拜内 对 美国很多 三天 七天可以退货 总不可以说 一个事情 隔了三四五年了 到时候跑出来说 我当初是 你不是当时莱文斯基 就留着裙子呢 你几年怎么样 那个叛逆性骚扰啊 这个有一个美国电影嘛 结果就是靠了一个电话 正好无意当中 打开录下了这一段 是那个女的 跟那个男的说 那个男的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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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下来了 所以佳辉啊 你要安全 碰到这种情况 拿那个苹果放在这里 把全过程就拍下来 投开送抱就好了 你早点提醒我 我过了危险的年龄了 所以 我已经超过五十了 到时候一放出来 你看你完全 佳辉是受欺负的 对不对 实在没办法啊 对 以后这还得常拿着公文包 是吧 哎 谈谈话 谈谈话 最后谈得入相 咱先签了这个 一个星期内 不准追究 恰恰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佳辉最近对美国的法律 也有自己的不满 是吗 不是不满 是因为不仅是 男女之间的关系 是整个美国这几年 整个向右转 right turn or turn right 这样向右转 那种种那个 我们觉得 不应该出现的保守啊 等等了 甚至有人说 侵犯人权的 法律规定 意识形态出来 像有些大学 就好像立立 定规律 不准学生跟老师谈恋爱 或说倒过来 不准老师跟学生谈恋爱 以前不是不准 以前是不鼓励 不建议 假如你有谈恋爱 比方说我是子东的学生 他爱上我 同性恋爱 我无法拒绝 OK 我们要报告给学校 徐子东爱上马家辉了 我们有关系 紧密的关系 那要把我从子东的班上面调开 或说我不能再找子东当论文指导教授了 以免有权利的瓜哥 以免我根本是不情愿 原来他欺压我等等 现在好像有新的规定 是说 OK 您根本我不信你学生 只要你身份是faculty 是老师 我身份是学生 这不能谈恋爱 彻底断了家辉的生路 对 哈佛最近有规定 我们都处理过这类的事情 我们这里有人投诉啊 有这类的事情 我不是来做了几年系主任吗 就是我用的方法是跟他一样的 就是说 OK 你这个年轻的助教 假如真的有女学生喜欢你 你也喜欢 那第一个你是严肃的 你不是玩玩的 你严肃的 那你就调开班了 你就不要让你的学生在你的班上 因为这样的话 对其他的学生不公平 对 因为其他学生就会觉得 你照顾他啊 对不对 对他好分数啊 你现在这么说 鲁迅到今天就活不下去 是吧 那就是跟学生跟徐广平啊 对吧 不仅老师 老师呢 打开一部民国史 对 全是徐生理 所以我现在觉得有些事情啊 就是不能光讲政治正确 就因为政治正确啊 跟现实层面的很多事不一样 比方说 老有些人是女的 我就再再说 说比如说 说有人说 我们坐地铁 我们就不能穿的太暴露 是吧 你们男人为什么不管住自己的欲望 对吧 为什么难道我们穿的性感出去 就不可以吗 哎 就说我有时候觉得这些女的啊 你真是你自己吃了亏 只有自己承受 就是 是啊 你讲的道理是正确的 但是你不知道 你假设所有的男人都是有教养的良民吗 问题就不是社会的实际情况啊 你既然知道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男人是没有教养的 或者是甚至是罪犯 那么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比如说你喝酒喝到凌晨三四点 你就最好不要一个人坐车嘛 这跟什么男女平等不平等没关系 否则你给人煎了 那你 当然不能说你有责任 但是你已经吃了亏了 讲的是男女问题啊 其实是中国的一个社会现实 就是城乡交接部 什么叫城乡交接部 我还不是在讲空间 我在讲文化的意义 就是因为城市的很多 那就是我爱怎么穿 我松几个扣子 不关你的事 那大城市是你酒吧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女的穿男的不会 但是你知道这个 在农村不是这样啊 这个多少年大家文化是这样 你要是弄成这样 那就说明你是在勾引我啊 我就得要做出点反应 否则不尊重你啊 是吧 所以这个城乡交接部 对 所以你是去兰贵方的衣服 你去搭一个地铁 跑到牛头角 那这问题就来了 这个所以城乡接合部 可是他们 城乡接合部有这么善良吗 真的 你讲的那个事情 一个出租车司机跟一个女的 你看那个女的半夜三点 喝醉了上出租车 她是上了一辆文明之车 相信你是一个现代社会之人 可是那个司机呢 是一个 那些女的 是一个有钱客的 那些女的抗议也有立场的 她觉得你政府应该放资源来保护我们 我以前说了 播出健康新概念 把街头抢回来 你政府应该多弄灯 多保安 让我们有圈暴露的